欢迎收看有熊老师 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在这一集呢 要来这个介绍一下 我们上一集说明 看待等差数列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把它视为是由首相A1和公差D 所组成的二元一次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些题目所给的提示 它的题目里面到底分别有几个A1 几个D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想 比如说像这一题 这个A4等于-3 A11等于7 我们可以怎么做 传统上我们会说11跟4中间差7个公差 所以我们说7个公差是7减-3 所以是10 一个公差是7分之10 然后再回头来去算这个首相 那以这么简单的问题来说的话 的确这样做就好了 我们等一下再来示范另外一个做法 因为这题实在是太基本了 那所以如果我们回去要算首相的话呢 A4第四项本身是首相多三个公差 首相多三个公差的话 所以我把三个公差减掉 所以A1会等于-3再减掉7分之30 所以是7分之这个-21再减30-51 这是首相 那公差就是 7分之10这样 由何第几项开始为正数呢 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第几项开始是正数呢 所以如果是第几项开始会是正数的话代表说 它是A1 加上N减1个 结果它变成正数了嘛 那么于是这个N会怎么样呢 这个是51 于是这个N会怎么样呢 把它搬过去 所以我们知道 这样 然后我们把 我们把这边减的这个1项过来 然后我们把7分之10除掉 先除掉分母 约掉分母 然后再把10除下去 所以N减1会大于51分之10 就是大于5点多 所以N本身会大于6点多 也就是其实要是第七项开始 A7 这是答案 可以吗 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看下面这个问题 A2是5 那A5是-21 然后问你下面这里 A3 A4 A8 A13 比如说我们把他的A1跟D解出来 那像刚才这样子 A5比A2多三个D 多三个D的话是这个 -1-5是3D 所以三个D其实是负的 2分之11 所以D其实是负的6分之11 对不对 那么所以A1呢 其实是5再去减一个6分之11 所以是5加6分之11 所以是6分之41 这样子 那传统上我们解除这两个之后 我们要去算最后的答案 我是不是要把A3 A4 A8和A13都求出来 但是现在就不需要了 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们解出这个 D是负6分之11 A1是6分之41 之后 那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答案要是多少呢 我们的答案其实是 你有几个A1 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这四项里面都会有一个A1 那所以我们总共会有四个A1 然后会有几个D呢 来看一下 第三项 第三项会有首项和两个公差 第四项会有三个 第八项会有七个 第十三项会有十二个 就是它像素少一嘛 所以我们总共会有几个公差呢 会有二加三加七加十二 所以是二十四 二十四个 可以吗 4A1加二十四顶 所以是六分之41 加上二十四乘以六分之负十一 所以是六分之41减掉四十四 可以吗 那这样多少 六分之41本身不到七 它是六又六分之五 加减四十四 所以结果其实应该是拿七来减 所以是三十七又六分之一 那这是这样子去做 那我们再来练习几个例题 好来看这个第二题 那这一题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观察一下题目 不见得要把它们全部求出来 留意一下 那其实这个A11跟A5是差六个公差 那其实A14跟A8也是差六个公差 对不对 14-8 11-5都是6 所以第十四项跟第八项中间隔了六格 那11项跟第五项也是隔六格 所以这个A14-A8其实会等于A11-A5 所以是4 OK 同样道理 下面这一题 11跟4是差七个公差 那16跟2是差14个 14个 所以A16-A2 你可以多写这么一个是14个公差 它就会是两倍的A11-A4 下面这一个 A2是5 A5是1 第几项是-11呢 那我们前面有教过 其实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不一定一定要把A1求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A2当基准 那A5是1的话 其实它们中间差三个公差 所以其实这个3D等于-4 D等于-4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从A5来当基准点 -11跟1是差了 是多扣了12 所以-12就会是D的多少倍呢 它要乘3才会是-4 再乘3才会是-12 所以是9个D 所以呢 它再多9项 所以是A14 这一项才会是-11 可以吗 那么乘上 哪两项何是-26 这个又来到 你看我们要算这样子的问题 你都不知道是哪两项啊 那要怎么算 但是很不好算 所以说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 哦我发现这些答案应该不止一个 那我们找到一个就好了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某两项 某两项 合起来一定会有两个A1嘛 对不对 一定会有两个A1 或者我们可以说它会有 两个A2 那还会有一堆公差 对不对 我们用这个角度去想 所以-26跟 这个 比如说1好了 2个A2 -26所以我们把2个A2先扣掉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26呢 如果先扣掉两个A2 也就是-26扣10 那就会是-36 这个-36 会是一堆的公差 那么这一堆其实是多少呢 它其实是 刚才说 如果3D的话是4嘛 所以这个是3D再乘9 所以这个是27D 可以吗 这是27D 那所以其实还蛮多的 就是你只要最后合起来 你只要最后合起来是在20 两个数字合起来是29的 就都可以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合起来是29 那就1跟28 比如说A1和A28 这样 这样就都可以 可以吗 这是这一题 这是这一题 好我们在作业里面 我们在作业里面 其实这个 出了一些非整数的问题 就是我 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有提到 不要让学生 只算到太 数字太简单的题目 他们会不去想 不去使用这个 公差首相 他们之间的关联 他会想要单纯的就是去想说 那所以其实会不会是2 会不会是3 好像应该是多少 如果让学生太依赖空想的话 其实会不利于他们后面 学到更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们故意把一些 你没有办法直接用想的 不能说想 你没有办法直接用看的看出答案 更好17 这是什么 可是其实呢 真的去算起来 又不会很难算 就是为了要诱导学生去算数字 那像这样子的问题里面 这个 A34等于A7是更好17 其实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只要你的A3等于A7那就代表什么 公差是0 你这条数列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说以这个 现行函数来说 你的F2会等于F4的话 如果你是一元一次函数的话 那就现行函数的话 你F2等于F4 那你就一定会是这个水平线 你的函数最后的结果是常数的 比如说Fx等于5 那你F2也是5 F4也是5 那这里也是一样 你等差数列结果第三项等于第7项 那你一定是每一项都一样 每一项都一样的话 其实你每一项都是更好17 所以A10就是更好17 好我们来思考下面这个问题 这个 A37-A23小于0 那其实这样子的这个讯息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种题目 那你要能够从题目里面判断出来 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 这个讯息它告诉你的意思是 写上面 你把它移向吧 你会得到A37小于A23 也就是第三十七项小于第二十三项 这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其实是 它的公差是负的 它是等差数列公差是负的 所以它越后面越小 可以吗 下面这里 这个A13加A25是0 那所以说这是在告诉你 它们两个的等差中项 那这个 第十三项跟第25项等差中项是多少 我们前面有教过 就是把13跟25加起来 除以2 所以加起来是38 除以2是19 所以这个 第十九项是0 可以吗 好 所以以下田 大于等于或小于 不是以下田一个这个 犯鬼灵的气号 那 以下田大于等于或小于 那于是 A17-A19会是多少 那你想说我知道A16是0 我怎么知道A17是多少 关键就在于这里 公差是负的嘛 所以其实越后面越小 所以A17-A19是正的 下来这里 A39加A26和A15加A50 那这会是多少呢 那这一题呢 其实它是要你留意一下 39跟26合起来是65 那这个50跟15合起来是65 所以其实这里是等于的 应该是说 因为39加26等于15加50 可以吗 再来看下面这个 请问A7加A29是多少 这个A7加A29 一样去找它的等差中向 它们合起来是36 所以等差中向是 18 那这两个合起来是两倍的 A18 那因为A19是0 A19是0 所以两倍的A18 那A19是0 然后公差是小于0嘛 所以18应该是比19大 所以18是正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正的 可以吗 好 最后来看下面这一题 25是0 17是3 请问A33和A41分别是多少 那其实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要你算而已 那说起来它也不会很难算 17是更号3 25是0 所以它们中间差几个公差 25-17 差了8个公差 8个公差就是用0去减更号3 所以是负更号3 OK 8个公差是负更号3 1个公差是多少 8分之负更号3 那其实这一题不用去算出来 因为 第33项跟第17项是差16个公差 所以它就是比它再多 加两个负更号3 所以其实第A33是3 3 A17 负 它再多两个负更号3 但是原本正1个坏变负1个 所以是变负更号3 那它又比它再多一个8D 所以 这个是 负2更号3 就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 其实 利用 怎么讲 利用更号 嚇一下学生 嚇一下学生 让他们 知道说不要只是用眼睛看 就想要把东西解开 动笔算一下 那我们来看这一题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去用连历的方式 A8等于5 A11等于-1 2分之1 可以去解出来说 这个 写出一个连历 第8项是首相加7个公差 那第11项是首相加10个公差 就可以解这个二元一次解出A1跟D 那因为老师有点懒惰 我们刚才解过这一题 上面这个部分 不一样 好吧 来解一下 所以他减他三个公差 是负的2分之11 所以一个公差是 负的6分之11 所以原本A1是 那7个公差是6分之负77加6分之30 对 6分之77加6分之30 6分之107 好 真丑 于是解出首相跟公差 然后套进来 这里有几个首相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有四相就会有四个首相 那有几个公差呢 那有几个公差呢 这个两个三个十二个和十七个 所以这里是20 30 34 这样 这个数字还 的确是小丑 有点丑 那于是呢 他总共就会是 四个A1的话 是21 3分之214 减掉 约掉 3分之17 17 187 1 3分之 7 0 2 27 就这样 3分之27 对 所以是9 想不到吧 好 所以说我们就是 不用最后这四项不用都算出来 我们去想有几个首相 几个公差 这样来解 好 下面这里 好 那我们可以 来看看 OK 好 我们来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都是像刚才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来练习解 用这种二元一次的角度去看 所以这一体 A3 A4 A5 合起来其实也是三项 所以有三个A1 还有 2个 3个 4个 合起来是9个 是11 然后三项 加这个6个 6个 6个 8个 和12个 所以6个 8个 和12个 是26个 是12 可以吗 可以吗 对 好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 他去减他 所以17 1 A1 其实是1 OK 那他所求的这个呢 他所求的这个其实是 最后问的这个也是3A1嘛 他是加上 10个 13个 和20个 所以10个 20 10个20 20就30 再加13 43 对不对 你如果眼尖一点 你就会发现43 其实就是26 再加17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会是 12 加1 等于 13 可以吗 下面这个填控的太简单 就不减 好了 看这里 这个都只是带大家练习 去面对如果我的计算出现分数的时候 要怎么办 本身这一些计算都不算太困难 我们来看一下 A2是2分之1 A3是 A2是3分之1 A3是2分之1 那所以D是多少 这个D就会是A3-A2 所以其实是2分之1-3分之1 是6分之1 那D是6分之1的话 A7其实是从A3再多4个D 对不对 所以2分之1再加6分之4 所以2分之1再加3分之2 应该说6分之3加6分之4 6分之7 所以2分之1 OK吗 OK 所以其实这个数列的首相是6分之1 它其实就是6分之1 6分之2 6分之3 6分之4 一直到第7相是6分之7 这样 来看下面这一题 A5是2分之1 A4是3分之5 没有错 它的D就是 这个我们用6去通分 6分之3-2 更号5 你想说这样子的东西 既然也敢拿出来算 那么所以这个A3加A6 其实 多算 这个其实不用算 A3加A6 其实是A4加A5 所以是 就是 加起来 所以是 6又3加2更号5 这就是答案 那你说 这么丑 可不可以算 其实还是可以啊 对不对 仔细想想 大家仔细想想 我的这个D也就是拿来加或减 所以他 他 他减他 会变成他 那你要去算A1 或者你要去算别的 也就是再加几倍的这个而已 所以也就只是 再加几倍的一个有更号的分数而已 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多 荒谬的事情 来看下面这一个 对不对 A1是2 A3是更号3 所以其实两个D是更号3-2 对不对 那么A11其实是A3再加8个D 所以他其实就是更号3再加4倍的这一个 所以总共有5个更号3-8 是不是这样 像这一题也是 A2是更号2 A3是更号3 所以D其实是更号3-2 诶 很难看吗 其实不会啊 A8呢 不过就是A3 再多5个D嘛 所以 他就是 好 所以总共是6个更号3-5个更号2 也就这样子啊 对不对 也是照算 那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就上到这里 大家再练习一下这个 等差数列的计算 使用首相跟公差来去思考 还有去面对一些 也许有更号的题目 好 那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